1983年,广州的香港山上,人们发现了一座南越国时期的古代墓葬。 墓中出土的私旅羽衣,虽然不同于汉代的羽衣,但是很显然,这件羽衣是南越王才能拥有的器物。 就在专家以为墓主人是南越国皇帝赵驼时,他们却在墓中发现了刻有赵墨名字的羽衣。 这个名字的出现让考古人员疑惑不已,因为南越国王五代皇帝中没有一个叫赵墨的。 第一代南越五帝赵驼,第二代文帝赵驼,第三代是赵英奇,第四代赵熙,第五代赵建德。 那么这个赵墨究竟是谁?就在考古人员准备讨论之际,一位考古人员又发现了一枚金银。 在场的考古人员都认为,这枚金银就是揭开墓主人身份之谜的关键。 为了确保文物不被破坏,考古人员在讨论之后,准备揭开墓主人身份的神秘面商。 他们小心翼翼地拿起龙鸟金银,放在手心中查看金银上的刻字,文帝行喜。 看到这四个字,死后人都激动不已,因为墓主人的身份已经十分明显了。 文帝行喜的出土,证明墓主人就是第二代南越王文帝赵湖。 他是第一代南越王赵头的孙子,史称文王。 赵湖的出现也推翻了1913年广州东山归港,发现赵湖墓葬的推断。 可是赵湖为什么又叫赵墨呢? 查约史籍后,专家推测,文王在向汉朝上书时叫赵湖,在南越国称帝时则叫文帝赵墨。 至此墓主人的身份终于水落石出。 这组墓葬并不是众人期盼的南越国第一代皇帝赵佗的,而是第二代皇帝赵墨的。 史辽记载,赵墨一共在位16年,他长期患病,性情软弱,也正是他这软弱的性格导致南越国开始走向衰败。 不过尽管如此,南越国还是留下了数以万计的财宝。 几千年来,为了这几代南越王留下的宝藏,人们从未停止寻找。 其中有的墓葬已经被盗绝,有的则还深埋在地下,更多的还是被考古队员发掘并保护了起来。 在南越王赵佗的墓中,玉器是墓主人最主要的牌藏品。 汉代上藏贵族盛行派遇之风,深受汉物化影响了南越国。 为了延续这种传统,当年发掘古墓时,考古人员在墓主人遗体的位置发现了数量精神的小玉片。 一开始,大家还对玉片的用途有些困惑。 等到将玉片完整地取回博物馆,历经三年的时间复原后,人们才看到它最初的模样。 这是一套用丝线串联成的玉衣,全长1.37米,一共花费了2200多枚玉片。 可以肯定地说,这是汉代最高规格的陪葬品。 因为汉代人们认为,只要把玉片覆盖在死者身上的不同部位,就可以追求死后的尸身不朽。 赵墓头部还镶线了一块青绿色的玉壁,这种玉壁被古人称为玄壁。 汉代仙人认为,玉壁中的圆孔,是死者灵魂升天的通道,可以让灵魂出入玄壁。 赵墓下葬都用私旅玉衣入联,想必执政南越国67年的南越王赵佗一定也会用玉入名。 按照金铝铝铝铝铝铝以及私铝的等级来看,赵佗下葬很可能会穿一套规格更高的玉衣下葬。 除了玉衣,赵墓的头上还有一个用一袋珍珠做成的卷头。 在古人看来,珍珠也有和玉器一样的神性,都能保佑墓主人尸身不朽。 不仅如此,赵墓尸体的身边还放着一个精致的玉杯,这是成盘高祖杯。 今天的学者认为,这个杯子有着很特别的用途,据说汉代仙人都是用这种杯子来接露水的。 他们认为人间的露水是神仙试降的,引干露就可以不朽。 史书记载,汉武帝在长安就曾建造了一个非常巨大的仙人成露台。 成露台承接的露水是可以直接使用的,但它更重要的用途就是服用仙药。 秦汉时期,尚曾贵族盛行服药求仙的封上,有人崇尚服用玉屑,将玉屑架在干部中引用,是最好的求仙升天之道。 难道南岳王赵墓也用这个杯子服用的玉屑吗? 随后考古队员又在赵墓的身边发现了一件精致的盒子,里面装着一些黑色物质。 有专家推讨,这些物质很可能就是赵墓的长生不老药,因为他们在墓室的后藏室发现了一些用于制造长生不老药的五色药石。 它们分别是紫水晶硫磺、雄黄、褚石和绿松石。 古人认为,服用这些后可以长生不老,而且墓中还出土了两套类似于道药工具的储救。 这可能就是南岳王当年用来加工五色药石的工具,所有的这些都是为南岳王死后继续服用仙药所准备的。 但他没想到,这些药石却是毒药,不但没让他长寿,反而加速了他的死亡。 在赵墓的后藏室,还有一些不朽的故事隐藏其中,因为在东侧市里,考古人员还发现了四具陪葬人。 除此之外,还有几枚重要的印章,根据印章显示,这四个训人是墓主人的陪葬夫人。 这几枚小小的印章体现出赵墓死后几位夫人训夫的救赎。 文帝行喜和幼夫人喜的出土也反映出很多的信息,例如封建社会等级的森严。 据文贤记载,秦汉时期的理智规定,诸侯王级别的人物只能用印是不能称喜的,只有皇帝皇后用印才能称喜。 文帝行喜,幼夫人喜的发现,说明南越王赵墓,确实有祭月称帝之举。 更让人惊叹不已的是,南越王墓反映出的生活图景,赵墓墓室的后藏量小,却随葬了一百多件器物,其中有烤肉用的烤具,煲汤用的铜罐,各种饮食用具应有尽有。 在后藏室出土的器物中还装有家禽、家畜和海产品,其中包括猪牛羊、鱼、甲、贝类食物20种。 令人惊讶的是,在三个陶罐中还发现了二百只去头去爪的荷花雀。 广州是中国的饮食之东,在这里美食的精致和美味程度可以让各地游客赞不绝口。 美食已经演变成广州的一大特色产业和展示城市明鉴的想象招牌。 而这种传统在两千多年前的广州就已经开始了。 他宛如一幅南越国的美食传承图,一代代持续至今。 由此可见,南越王赵末在位十六年谈头享乐,并没有什么成就。 他倒是把自己的墓修得非常豪华。 随葬品有两千多套,一万多件,数量之多,种力之齐全,价值之珍贵,令世人惊叹。 很难想象,在位六十七年之久的赵佗,他的墓中会有多少奇珍异宝。 赵佗的祖籍是秦代恒生郡的东园,也就是河北省的郑定县。 经曲线规划,如今是石家庄市,郊区东古城,在石家庄市北的赵陵铺,保存有赵佗的先祖种。 在其基础上,还建有一个赵佗公园,那么赵佗死后,会不会夜落归根藏在这里呢? 史料记载,赵佗建国之后,再未踏进过中原,因为路途遇远,他更不可能将墓藏在这里。 南玉王赵佗的墓葬隐秘之深,让后人难以寻找,但根据文献记载,赵佗的墓葬只有可能埋在广州地区附近。 在南玉王赵墓墓发掘12年后,考古人员在广州越秀区又有了重大发现。 1995年,广州市中心的一处施工工地,意外发现了一处关属遗址,最先出土的是一处石垢水池和大量的瓦当。 万岁瓦当时只有皇宫里面才能使用,带有番字的水池和皇家才能使用瓦当, 足以证明这就是南玉国时期的建筑遗址。 第二年的石垢水池的附近,考古人员又发现了一座150米长的石渠, 渠壁全部用红砂岩铺解,渠底有大小粗乱的摇卵石。 这条人造石渠抖折蛇形,和北方黄河的走势十分相似。 这是已知设计上最早的一座园林石井遗址,它正是2000多年前南玉国的宫廷御花园。 在园林遗址的西侧,考古人员还发掘出了南玉国一号宫殿遗址。 考古学家认为,大量出土的建筑构建,可以判断南玉国时期已经有了很高的建筑水平, 其中有些建筑工艺甚至超过了当时的汉王朝。 令人遗憾的是,这一族有着宏伟建筑的宫殿群, 和中国古代大多数宫殿建筑的命运一样,都在一场残酷的战争中被焊毁。 不过,虽然南玉国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但关于他的传说还在继续。 尤其是那座隐秘了2000多年的第一代南玉王兆陀之墓,还在吸引着无数人的目光。 到了今天,南玉王赵木古墓的上方,一座具有现代设计风格的博物馆,处立在这里。 当人们漫步在博物馆,精美的文物陈列中时, 所有人都能够感受到2000多年前,这个地方王国曾经的强盛与荣耀。 今天的故事就是这些了,点个关注,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